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到的就是剪刀宝 每个人对未来的另一半都有着不同的期待 在不同的年纪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就拿男人来说吧 年轻的时候就像找一个富白貌美的姑娘 这样就有足够的资本在朋友面前炫耀 等这个玩腻了就可以开始下一个 可是只要一世纪到结婚 他们的态度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意传里的一句台词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切 选自己喜欢的是一回事 能帮衬到自己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结婚这件事情上面 每个人都十分地慎重 生怕自己选错 影响到自己的人生 他们总觉得女人一定要足够贤惠 可是这样的女人却总是可遇而不可求 有人说女人最大的福气是嫁给一个优秀的丈夫 两个人执子执手 女子偕老 也有人说女人最大的福气是教育出优秀的儿女 儿女有出息还孝顺 可我觉得依靠别人获得的幸福始终不太可靠 作为女人只有自己强大才是最大的福气 并不是只有贤惠的女人才能成为唯一的选择 通常来说 一个命好复身的女人身上有三处比别人大 哪怕占一个也值得娶回家 第一 志气大 生活中 很多女人都很迷茫 尤其是结婚生子的女人 她们没有目标 没有动力 最终被生活吞没 身边大多数女人在结婚之后 把大部分的时间都交给了家庭 尤其两个人有了孩子之后 只能选择辞职在家 一边照顾孩子 一边打理家庭 可一照顾孩子就是好几年 等到自己再踏成社会的时候 早就已经跟社会脱轨了 之前那些工作经验也排不上用场 所以干脆待在家 做好自己的家庭主妇 往往是那些命好扶身的女人 哪怕辞职在家带孩子 她也有自己的志气 总是会利用空闲的时间 去学一点新的知识 哪怕长时间不工作 她也不会怠慢自己 因为有明确的目标 所以才会努力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 在外人看来 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批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 这不仅仅是为了家庭 更是为了自己 她们不懂 作为女人 不一定要有惊天动地的成就 但一定要有养活自己的能力 而聪明的女人都懂得 只有自己努力奋斗 才会拥有更多的福气 的确 女人 缺什么都比缺志气 当你有了志气 就有了目标 当你斗志昂扬 不断进去 你的世界便会与众不同 有志气的女人 人生路都在自己脚下 她们有自己的工作 有自己的想法 不用特意讨好男人 不用伸手向男人要钱 所以女人 不管你什么身份 什么年龄 永远不要放弃一个女人 该有的梦想和坚强 女人最好的活法 不是我不怕你欺负 而是我为什么要被你欺负 前者是生活给你一介耳光 你站在那说我不怕痛 而后者 则反手狠狠地给生活一个耳光 女人一定要记住 长得漂亮是优势 活得漂亮才是本事 第二 本领大 现代女性要具备一定的生存本领 在我们的传统理念中 结婚之后却应该男主外女主内 两个人分工合作 才能经营好一个家庭 可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现如今大多数女人都抛弃了家庭主妇的身份 选择走向职场 不仅是在分担男人的压力 同时经济的独立 让她更有安全感 一个本事大的女人 她不仅可以驰骋直唱 将自己的工作完成得非常优秀 当男人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她也能十分理性地去分析问题的利于比 然后用自己的经验去提出一些建议 两个人一起成长 往往是这样的女人 才更加命好复身 因为独立的经济 让她在家庭中能挺起腰杆 面对婆婆的时候 也有足够的底气 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 也有转身就走的资本 从来不会让自己受到委屈 作为女人 外在条件再好看 受到底也不过是具空壳罢了 尽量去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 这才是能跟随你一生的财富 面对不幸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一种境界 还好有人比我惨是一种生存本领 其实 幸与不幸 从来不在别人 而在于你自己的内心 而女人一生最大的痛苦 是失去了让自己幸福的能力 作家爱小杨总结过她身边的两类人 一类是买菜的人 另一类是买完菜 不忘了给自己买把花的人 前者是生而为人的宿命 无人信念 而后者是生存智慧 自己可以掌握 内心强大且丰盛的女人 无论身处何种境况 都懂得取悦自己 做自己的女王 冯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改于取悦自己的女人 才能在感情的世界里 站稳自己的位置 活出自己 女人 要有取悦自己的能力 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并为之保持一颗积极主动的心 你将迎来发光的自己 第三 心胸大 人生漫漫 不如一直是十之八九 有的女人会以宽广的内心 来接纳并克服 而有的女人 在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最终伤痕累累 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 我们都习惯跟大方的人做朋友 因为他们从来都会小度计长 斤斤计较 总是喜欢为了一点 很小的利益去得罪人 像这样的女人一旦娶回家 必然会给你的生活 带来很大的困扰 而一个心胸大的女人 往往是最讨人喜欢的 他们懂得换位思考 更知道应该去怎么包容对方 结婚之后 必然也是一个能体谅 丈夫不义的好妻子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她知道应该怎么去沟通 从来不会就这一个小问题 而紧紧计较个不停 跟她在一起 你会发自内心地觉得舒服 也正是因为这样 她能和领居亲友的关系 也相处得十分融洽 这个家也会被经营得非常好 其实 生活中很多事情就像沙利 如将这些沙利握在手中 最后只会成为负担 而放宽心胸扬了沙利 卸去负担 人生道路才会走得更自在 弗兰克林曾说过 心胸开阔 不要为令人不快地区区琐事 而心烦意乱 悲观失望 女人 有时候就是需要放宽心 这样才能在浮躁的社会里 始终保持着最本真的自我 或说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 所以 余生 请做一个心宽的女人吧 第四 眼界大 女人 站得高才能看得更远 当你站在山脚时 你能看到的只有乱石 杂草 当你站在山顶时 你可以看到天空的风起云涌 街道上的熙壤人群 可以听到丛林中的艳雨樱体 女人的眼界 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玛丽连梦露与肯尼蒂总统 有过一段纠缠不清的情愫 甚至打电话给肯尼蒂妻子杰奎林 声称肯尼蒂答应了她 要和杰奎林离婚 而杰奎林却淡然回忆 你会嫁给她的 然后搬进白宫 承担第一夫人的一切职责 而我会搬出去 所有问题都落在你身上 眼界广者 其成就必大 眼界狭者 其作为必小 一个女人格局越大 只会越够 一个女人格局越大 越不会纠缠 如果有可能 做一个眼界开阔的女人吧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 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 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 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